小鲜肉的演技一直被人够逼,没演技,吃不了苦,要求多等等这些问题,被不少老牌导演,明星所吐槽,今日著名评论人宋方金批小鲜肉爽大牌,经常要求减少几天拍摄时间,去赶通告,放弃对影视品质的要求。 谭飞爆料称,某小鲜肉接戏标准,是一公里面115星级的酒店,需要豪华厕所,以前明星耍大牌是为了加戏改词,就像周星驰对拍摄中的各种要求,是为了将电影拍得更好,而现在小鲜肉各种要求,却是为了减少拍戏当中的苦累,例如之前所爆料的小鲜肉水中的戏,必须要晃泉水。 小鲜肉他们的演技到底怎么样呢?蔡雪昆新参严的网剧,波台不会被女孩子欺负的上映,差评不断,剧情简直无法让人知识,低龄化的剧本和演技,简直就像闹着玩,有人直言,这部剧连脑残粉都看不下。 如今的小鲜肉,好像已经成了行业独流,越来越多的老戏骨,开始对小鲜肉口诛比伐,有一种适可忍出不可忍的态势,李云龙老师说,他就曾遇到过数1234567不被台词的人,演戏从来不被台词,靠助理或者副导演在旁边提词。 提词人说一句,他们说一句,衔接全靠后期剪辑,有个IP剧,男一号只用半个月的时间,好几百场戏来了,对着一个地方演,香港导演让他表演各种角度,各种表情,就是表情包演员,拍完表情就走人,半个月把几百场戏全拍完,该说的话全说完,不同的地方,比如,需要四五个环境,要不对着天拍,要不对着大树,要不对着个墙,把你拍完, 剩下的全是替身,随着老一代演员老得老,走得走,近几年的影视剧,的确整体水平越来越下降,而越来越多人只追求这些流量小鲜肉的脑残粉,没有艺术追求标准,如同源头水污染,对影视行业是灭顶之灾。